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再一次相聚 也都见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 希望我们继续有这个恩典 是在主里面是彼此坦诚的 是近距离的互相的来到面临 人与人之间是很容易有隔膜的 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都是经历着 很多造成严重隔膜的事 但是我们需要有勇气 我不知道你看见今天这个题目 信仰的勇气 你有什么心里面的反应呢 不知道信徒的特质 在你看来应该有什么 你一想到基督徒 或者想到教会的领袖 你会想起他的什么特质 勇气会不会是其中一样呢 还是勇气 大家都已经没有什么勇气 去说勇气 我们会觉得 爱心才是 最紧要就是 很温柔 很迟长 很谦厚 这样才是基督徒应有的那个标志 其实爱心 在今天的世代 又会不会已经淪落成为 没有真理 没有立场 没有内容的爱心呢 有没有这样的危机呢 如果有的话 又可以怎么样 将这一种的爱心 来挽救回来 我相信你都不会愿意 有一种 没有原则的爱的 求求契纪的爱 或者是没有胆量 没有立场的爱 没有牺牲的爱 没有冒险的爱 远骨头的爱 或者你和我都知道 我们真的不起行 我们都不希望 自己在世人的眼中 或者自己在 弟兄姊妹的眼中 是一个完全 随风摆柳的 什么好好先生 但是这样的所谓爱心 我想也许 并不是上主 所表达的爱 刚才大家唱的诗歌 是很深刻的 表达了个爱的 而那个爱里面 是血淋淋的 今天讲到是不容易讲的 亲爱的兄姊妹 来近的日子 会不会讲了 等于没讲 还是都不懂怎么讲 因为听的人 都不懂怎么听 或者听的人都不敢听 不想听 你最好不要说一些 令到我要思考的东西 你最好不要说一些 令到我和我所熟的群体 可能要付上代价的东西 其实 两者兼备 有真正的勇气 不是血气之肉 也都有 熟天的爱心 有纯洁的爱心 勇气 和爱心 又在真理之中 在上主的喜悦之中 上主的旨意当中 我相信你和我都无权选择 爱 我只要有勇气 我不爱爱心 因为我需要真理 我只要爱心 因为人需要怜悯 我不要勇气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我们真的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胆量 在福音里面 是有位置的 没有勇敢的气质 根本没有可能有真正的信心 因为信心 英文 FAITH 有些人说 另外一个串法 就是RISK 永远都是 take risk 才是能够 有需要 有信心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想我们应该已经在信仰反省的过程里面 不会再陶醉于一种 保我发财 亨通身体安康的 世俗化的信仰 如果会的话 或者今天 我是一个令你不舒服的人 但是我不介意 因为令人舒服 不是我的呼召 无犯人也都不是 是言说真理 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忠于所讨 勇于宣告 蒙圣灵的良心所光照 蒙圣灵光照的良心 所发出的声音 也许这个是我要求各位弟兄姊妹 为着任何 站在这个位置的人 无论是男还是女 为他祈祷 我想我们也应该不会再接受 一种无视人间的侄苦 不问世事 只求于来生的信仰 你说是吗 我以为我们得永生 就是纯粹指来生 但是永生和来生 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意词呢 还是很有重大的分别呢 如果有小组讨论 我现在就开始说 你讨论一下 永生是什么 来生是什么 来生和永生之间 有什么相通 有什么不通 我可以再想想 我很记得当时 去传福音 和一个伯伯说 伯伯你想不想有永生 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我只有七六八十 都已经活得不耐烦 你还想帮我申请延纪 就是很清楚地表达了 原来人对于永生 是很容易有一种 只是时间的延长 而缺乏了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 就是管治权的彻底的交易 谁是主人 谁是国度的主人 谁是生命的主人 如果你和我的永生 只不过是因为 日子得以延长 得以平安 而完全没有任何的悔改 没有任何的主权的交出 没有任何在上主面前 敬畏的投降的话 也许我们来永生 还是很远 上主的国度 和天堂 也都不是完全等同的 我们应该是一路去到思考了 就是说信仰 福音的信仰 是在乎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背起十字架 是否定自己 否定 这个黑暗世代的一切 借着圣灵 遵从上主的教诲 作个天国的忠神 作个天国的子民 作个天国的忠博 在这世上 永不言辉 来到与 敌党上主的一切 包括我们自己 里面的一切 邪情恶欲 来到作殊死截 一日未战胜 一日不罢休 所以亲爱的 做基督徒 其实很艰难 做教目同工 也都艰难 所以我不是比任何人更高超 我今天说的东西 也都不是说 你看看我 我多厉害 你跟我 我是说 我们要思想自己的信仰 就是知道 它是一个反转人生 翻天覆地的信仰 包括 将我们自己的一切 来到自死 这个过程 是极之漫长 和痛苦的 所以是需要有勇气 需要有胆量 也都更加 面对着强敌的时候 必须有个 极大的后盾 好像刚才诗歌都有唱的 上主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依靠 我们凡夫俗子 血育之躯 何德何能 讲什么勇气 讲什么胆量 可不可以请教下大家 在这一树 听道 不知道上次讲 勇气 讲胆量 是什么时候呢 而今时今日 又可不可以讲的呢 今时今日讲 又会怎样的呢 有一出日本的电影 叫做沉默 有印象 讲这些勇气 到底要殉道 到底要否认基督 到底要暗地里跟随 好像没什么答案的 今天 我们听到大兄姐妹 世界各地的信主的人 基督的群体 不断的受着各种的打压 各种的迫害 很多的殉道的人 可能这一个世纪 殉道的人 比过去这二千年来 加起上来的 还要多都不定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迴避 信仰 需要勇气 这个问题 我们根本没有权 心存 虚幸 所以我觉得 你和我都是需要 听这些说话 听了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凡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虔度日的 做什么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虔度日的 你是不是 如果你和我都不是的 那没什么好说 如果我们是的 认自己是真的基督徒的话 我们就已经立志 要在基督耶稣里 敬虔度日 什么叫敬虔度日 遵从神的旨意 是永不屈服 是死硬派来的 对于执着遵行神的旨意 奉行神的命令 遵从神的教导 无论是信仰方面的 哪一方面的教导 我们按照圣经所知的 我们都说 我愿意如此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预料了 不过你说 感谢主现在都没什么 没什么都是神容许的 但是终于会有东西 而且很可能都不会一定没东西 不过感恩就是 我们都是比较在一个 香港这一个目前的环境里面 我们少一些 好像一些 是很艰辛的 信仰很封闭的地区那里 我们没有受到 那一类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们多多少少 我相信 凡是你真心跟随主的 你都多少为着你的信仰 付过某些代价的了 譬如 没得升职这样 譬如 你没有去骗 譬如 有人就是 害你 欺负你 欺凌你 你都好像 灵赦 吃底的那样 那些其实都是一种的代价来的 但是我很想请大家注意的 现在入戏育的呢 就是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呢 就是初期教会 将显出来的 圣灵临到教会 刚才大家 是有 在圣灵面前 默想 祈求圣灵 我感恩 因为我们 能够是 讲到圣灵 能够是 注重圣灵 这个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自然会做的 有些教会是对圣灵是 避而不谈的 不过有些教会 讲到圣灵的时候 却是借圣灵过桥 写本续末 不是体重圣灵真正体重的 那些恩典的果子 他们求的那些 可能是好观感上面的刺激 可能是即时的 某一些解决问题的 那些的安慰 而不是圣灵在当时五旬节的时候 他来到教会 他使到教会 最彰显的 除了凡物功用彼此相爱之外 他最彰显的 就是勇气 勇气 勇气 仕途行传给我们看见的 就说 这一帮原本是胆小的 为什么现在这么勇敢呢 因为圣灵来了 所以他们就能够 挺起胸膛 不为任何的 权势 不为任何的打压 就算牺牲圣命 也在所不惜 但愿主圣灵 今天 也都在某程度上 巩固 我们的信心 我们是能够靠着圣灵 大有胆量 不过话说话 埋伤地说 你害怕什么 你有没有害怕 你害怕什么 你有没有受过威胁 你有没有受过迫白 你面对什么 但是主跟他的门徒 当日的门徒 说的 我想今天 主都想跟你跟我说 如果你整天都害怕 害怕到真的 鼻子烂得没肉 各样东西都害怕 不如你听下主 怎么说 不如你靠下主 你做回一个 我真的没什么害怕的 我真的不害怕的 我真的有勇敢的 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 出现最多的 其中一句的话话是什么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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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书亚记是不要怕 福音里面是不要怕 不要怕 不过我们还是怕 我们其实是需要 放胆 勇敢 为什么我们要怕 我们恶弱 我们担心损失 我们怕痛 我们怕伤感情 我们怕名誉受损 我们怕穷 要怕其实 什么都可以怕 恐惧是由恶者来的 不是从上主那里来的 你记住 黑暗就会使人怕 光明就驱走黑暗 就驱走举霸 恶者总是威胁你 当你头壳顶 有些东西 经常被人威胁威胁威胁的时候 你就周身不安乐 我想今天很多人都不安乐 因为自从有me too之后 跟着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轮到你爆了 你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 那又怕怕怕怕 如果有这样 我告诉你 唯一的出路 最好的出路 就是自首 是呀 那不就很惨 那惨得被人爆了之后 都仍然要受刑罚 而且求怜悯的 总有怜悯的 你向当事人说sorry 可能好过当事人 将你揭发出来 你说如果我向他sorry 他可能勒索我的 那他勒索你 你还了他 你就自由了 我说题外话 说开又说 就是被人挟迫住 是很可怜的 而我们做属主的人 主是要释放我们 其实包括这些 主能够向这些 都释放你 不用怕 但是你做一个 给一些的事 恶势力来威胁住的人 你今天可以怎样释放呢 主一下就 一招就KO他 主今天是要将 这个KO恐惧的秘诀 来赐给你和我 将恐惧从他的座位上 来赶走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贪污 就是这样 他勒紧 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怕 其实最终极的那个怕 都是令到我 失去这个肉身的生命而已 你勒紧你都是杀死我的 主是这样 说出这个最勒紧最勒紧 黑暗势力最厉害 都是杀死你 不过他杀你 不用怕他 你是要害怕那一个 杀了身体又能够将灵魂都 涌在地獄里那一位 你才要怕他 这种不怕 是我们今天需要有的 有些人说我一向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我告诉你 你这种不怕 是一种愚蠢的不怕 自大的不怕 我劝你能够怕 我要求你能够怕 就是怕主耶稣叫你怕 各位 你要悔慨 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恶起上来 就真的太可怕了 就伤天爱你 什么他都敢做 但是主耶稣叫我们不怕的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 是很精彩的 是他第一次吩咐 十二仕途出去 来到工作的时候 一个的行军令来的 在里面教了他们 你们要纯粮像夹子 又要灵巧像蛇 所以主叫人不怕 又不是叫人乱这么来 主叫我们是什么呢 说我差遣你们去 好像羊 进去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纯粮像夹子 然后你们要提防人 因为他们要将你交给 那个有权力的群体 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鞭打你 并且 你们会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去那些官员 军王面前 送到外邦人面前 为我作见证 你们被捉的时候 你们不用害怕 也不用在那里想 想一顿傻的 说要怎么说 说什么 到那时候 要说什么 不用你们自己说 是圣灵笔说话 你们说的 是你们爸爸的灵 在你们里面说的 而且主告诉你们 那个惨烈的情况 是怎样 亲情全部倒转了 是亲人 爸爸 子女 父母 子女 是会被此伤害 很恐怖 然后一路说 一路说 就告诉他们 其实 你们都不用想 有什么好些的日子过 因为主人 老师 是怎样 如果 仆人和主人一样 那就算了 人记骂家主 是鬼王 何况他的家人 即是那些人 仇视耶稣基督 仇视到一个极点 你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你以为人家会对你客气一点吗 昔日主是这样 来到告诫他的儿女 今天我们再听的时候 我们可能的心都是 啪啪跳 但是主告诉他们 也是今天 我相信要我们听 所以不要怕卡门 不用怕 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 因为马太福音 是写给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已经经历了很多惨痛的事 他们再看回主耶稣说的说话 他们一定是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主说什么 我在诗底下 秘密和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你们要公开的来说出来 再暗中告诉你们的 要在明处说 我在你们耳边说的 你们要屋顶来宣扬出来 我想他们看见 的确耶稣基督所说的说话 在我们当中 已经实现了 然后主耶稣就说这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怕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亲爱的兄姐妹 听完之后 我们决不决定说 主啊 我要选择 我要选择 不怕杀我身体的 就是说我将我的生死 将我的人生 一切都自诸道外 交托在主手中 好不好 亲爱的兄姐妹 我整个生命 我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主手中 好不好 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我们真的说多都无谓 说来说去都是 头痛医头 就是 我只是为失恋来求你 为医病来求你 为移民来求你 其他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我们走来走去都走不了安全 我们要说主啊 我信靠你 我不怕了 不怕了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得 我不怕了 那我不怕之后 我要怕天父 怕天父是怎么怕的呢 那个怕只不过是 告诉我们 真正可敬畏的 只有创天造地的主 然后告诉我们 这位可敬畏的 自何等的善良 自何等的慈爱 自何等的无微不至 所以我虽将身心置诸道外 但是我的生死安危 完全是在祂的算计 和在祂能力保守之中的 阿里路亚 麻雀飞在天上 很微小 很脆弱 但是天父不批准 一只都不会跌下来 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这群出去为他工作的人 你们头壳顶的头发都已经数过了 所以你们不用怕 因为你被被穿尿贵重得多 信仰是选择来的 信仰的路程都是选择来的 人生的路程都是充满选择的 一选择错就一路错下去就很可怜 但是一转念之间 选回对 继续选对 选到最后都对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信仰就非常精彩 为什么要选择 在乎是非非非白的选择 在乎短暂与永恒的选择 在乎 为分和应分的选择 我敬畏祂因为祂是创造主 我敬畏祂因为祂是审判者 我敬畏祂因为是我的天父 我敬畏祂因为祂是天国的君王 我敬畏祂因为世上万国都要成为我主和祂基督的国 所以世上没有第二个权柄 能够凌价着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类 没有世上的权柄 能够凌价任何一个人的良心 没有世上的权柄 能够操控任何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只有天父上帝能够是赐我们生命 也都审判我们的生命 但是祂是拯救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应该成为完全安稳在主手中的生命 不需要害怕鬼 不需要害怕病 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不需要害怕人怎么看你 什么都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就是什么 不需要害怕就是挺起胸膛 来享受天父的慈爱 挺起胸膛 来像你刚才主土文说了那些东西 我们就在生活里继续努力去追求 我说得是不是很响亮呢 口口就说得响亮 但是我是多么转弱 多么丑陋 天父如果要审判我 我是无地自傲 不过祂今天流传我 向自己说这一番信息 亦都向我服侍的人 继续说这一番信息 我希望我们做回一个 定天立地的基督徒 在主面前光明磊落的人 在任何的事 我们都不会向五斗米折腰 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不会被人脅迫 如果有一天有人说 你信耶稣我就扑死你 你不信耶稣我就放生你 我们往往都说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做的 我们真的不怕人扑 如果美国这些地方 那些乱来的枪手 真的试过这样指着一些 的弟弟指着他 你信耶稣我就扑死你 结果他扑死了 那怎么办 这么惨的事怎么办 你的天父在哪里 其实主耶稣完全的启示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位能够杀身体 又瘾灵魂的 他正是那一位 完全能够起死回生 复活拯救 带来新天新地的那一位的常住 但我们都不用去到这么远的 我想我今天 都是简单点好 给自己一些勇气 做回一个有骨气的人 有骨气的基督徒 行不行 可不可以 真是主 帮助我们 因为你叫我们看见的 就是忠诚宣告福音的人 他们是要知道 迫害他们的人 是不值得惧怕的 由于当时有这些 这样不惧怕 公会的审判 不惧怕官府的捉拿 不惧怕群众的迫害 所以我们今天 有福音可以听 而今天我们要 知道 主的说话 仍然是跟我们 是息切 而我们最安心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天父 是那一位 眷顾麻雀的天父 我好喜欢看雀的 你喜欢看雀的吗 你们看不看 常常看得太多电脑的螢幕 看不到天父 很多奇妙的創作 出去走走 看看雀 看看雀的时候 就想想想天父 看雀的时候 不如想想自己 很多人忧虑 因为他不看雀 很多人忧虑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的价钱 原来比那只雀 我真是很希望 你和隔壁那人说 不过我不会叫你这样做 就是跟他说 你比那只雀 你比那只雀 更加金贵 你比那只雀 你信不信的 如果你信的话 我想你个人会轻松很多 就是我很喜欢 天父数头发这件事 就是以前他就数我很多 但是数头发 不等于担保 你一条头发都不落 顾念雀 不等于任何一只雀 雀都不会打下来 不过重点就是 我们有一位 真是完全值得 可靠可信的天父 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信耶稣的 他是我主耶稣 基督天父 那也就是 是你和我的天父 他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我说这些信息 我有我属灵的资产 我属灵的资产 有一两件 一件就是我妈妈 十六岁在乡下 信耶稣的时候 她拿着这句话 我什么都不怕 我被妈妈赶出街 我的爸爸已经在人间蒸发 我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 但是杀身体 不杀灵魂的 不要怕她 杀了身体 能够将灵魂 独力的生活 甚至是赚钱 寄回去 给我婆婆 一生为着我婆婆祈祷 就是那一位 赚她下床 赚她出街的 这个妈妈 我妈妈为她妈妈 这样祈祷 最后这个的妈妈 都信耶稣 死的时候 说我看见 很多穿白衣的 来接我回去 和乡下的老人家 死的时候很不同 乡下的老人家 很多时候都说 牛头马面来抓我了 什么都不拘捕 我经历还有什么呢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早上七点半 在韩国 当时叫做 岸城国际机场 有一架飞机 失事 烧着了 我当时是结婚 一个月零一日 到了蜜月两个礼拜 就和新婚妻子 分离了 分开了 我以为就这样 拜拜 但天父 在那一日 虽然有人 在那场意外里面 失去生命 包括她在我面前 那么远距离的 那一个的空中小姐 但我平安 安然无恙的 活到今天 我们的信仰 要有勇气 因为我们的信仰 是信一位可信可靠 我们的勇气来自倚靠 这个倚靠来自一个正确的神学观念 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上主 当我们看我们的主 小过任何一个权势 小过任何一种的环境 小过任何一种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惧怕了 以赛亚书说 凡等候耶和的必重生得力 那段经文是 说到我们的天父 是无比的伟大 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观看万民 看他们如同沧海里面的一滴水 种山的树林都不足以来做火柴 来烧凡祭给他 谁要天称称山岭 谁呢 没有 这位 其实创天造地的主 连宇宙间的每一火星 有些人最近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间的银河系 都不知道有多少亿兆过 星球不知有多少个 现在我们晚上看见的星星 原来已经是多少千万年前 他的光因为要那么远 来到我们面前 过了千万年 才来到我们那里 而圣经老祖已经说 万有都是他所创造 其实我们信谁 救主帮助你和我 恢复对神有一个正常的比例 对于其他的事物 有一番个合理的将他缩小 他是大而可谓的上主 我们的勇气 是来自我们有绝对的安全感 但是我又想告诉你 不怕 不等于老莽冲动 我希望你都觉得 我今晚说话是很神仙人 如果你觉得我过火 那你告诉我 我都很想 不要无端端自己 说一些自己惹麻烦的说话 但是当说的 我不会不说 求主帮助我们 而且这个的勇敢 也都不是 不是说 你来吧 你喜欢迫害我 你来吧 我就是不走的了 今天这个离不离开的 我们也成为不少的教牧 同工弟兄姊妹 面对的一个情况 我都不怕把它揭露出来 让大家去面对一下 我想安慰你 如果牧师你怎么知道我准备走 我怎么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也不认识你 不过我想告诉你 平平安安的路 主赐福你 因为在主耶稣说这段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都告诉他们 你听啊 如果有人要抓你 你就走 那如果你有需要 你就走 如果你计算数 你都觉得是好的 你就走 但你走去哪里 最终我都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的人生有没有勇气 但有勇气 不等于不走 我只是想说这句说话给你听 就是在这个马太十章里面 有这一节的经文 有这句说话 有这一个这样的出路 我觉得我们作为今天的儿女 我们都可以同样的面对 就是说不怕不等于路妄行事 不怕不等于呃若木鸡 坐定定不动 保罗都走的 是不是 保罗都坐那个钓链 钓了下去 耶路撒冷的信徒们 人家要杀害他们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信徒如何 四散 一路走 我很喜欢那个 音定本的翻译 他们一路走一路说福音 就是他们一路走一路 天路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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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从陆恩放对方就灭了 其实我们灭了 January 那十二探子 只有两个不怕十个脚远 他们脚远又令到 全以色列人脚远 以色列人脚远 结果他们在抗亚里兜了四十年 我们不要怕 不怕怎样呢 不怕不单止会没事 最终是会得到冠冕 因为不怕就算有事都是没事 你对主忠诚付出的代价 最终都是会得到永恒的奖赏 你今生你做得对的事 人家暂时对你有误解 最终都是会为你说清你的名誉 但你做丑陋错误的事 胆业的事 主会跟你计数 你以后也带着遗憾 最后最后 用一个实例 来到鼓励 勇敢的心 由于这个环境的改变 那本书的内容 我不能够很直白地说 以前我就很直白地说 不过我现在就说 有一位在这个石油公司 做高级的员工的 他因为那个高级的身份 就为这样的缘故 被人去到出去单独囚 然后他的女儿 也都在那一场的大迫害里面 是丧命只因为 因为他们有这样特殊的身份 并非因为他们有任何其他的什么事情 他坐在这个监狱里面 他觉得那一个的权势太过可怕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 变成一个勇敢的人 就是在这个圣诞夜 在监狱里面黑沉沉 冰冷冷的平安夜 永远间存来也有人堪 圣诞的歌 他的心就开始向上望 想起原来这个世界 仍然有一位的救赎主 然后第二天 当他在这个监狱里面 透过这个阳光小小的照射 看见这个的蜘蛛网 看见这个小小的蜘蛛 竟然间 不顾这个历史环境的洪流变迁 仍然默默耕耕 仍然有他那种 真是超级的智慧 几何级数的 又这么神奇的 这么有能力的枝枝书 继续积他的蜘蛛网 他就说是谁 令这小蜘蛛 仍然继续工作呢 他的心归于他的天父 他说天父你仍然在 所以更黑暗的势力 我也不惧怕了 他就这样 听起空堂 带着盼望 直到 有一天 监窗门打开了 他重向 他的生命 去到纽约那里 和他新生活 写了一本书 来到纪念 他那场生与死的经历 这个就是 信仰 信仰 要有勇气 我不知道明日会如何 我不知道你我的前路会如何 我想我自己 借着大家的祝福和祷告 做一个 只对基督 和祂福音 众心 的人 请我们一起祈祷 慈化的天父 你都知了我们 我们都没办法装无作用 我们并不让任何人强 并不让任何人良善 但我们自说 我们是信靠你 我们因基督的缘故 已经成为你的子女 天父你知道 你教会今天面对什么 明天可能面对什么 你更加知道 我们走过的路 我们只求你 连率我们 持光引领 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 如果我们有懦弱 胆怯 卖主卖友的行为 向情欲不失 方中自我 其实并不敬畏你 可怜我们 光照我们 若我们曾经想好 但是走两步又退三步 可怜我们 主今天给我们的信息 叫我们知道 不要怕谁 当句怕谁 而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 我们又是一生 在你的慈爱 慈爱的眷顾当中 来到生活 我们愿意这样行 愿意这样做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兄姊妹 我也很想 奉主的名 是为你带来祝福 有什么的恐惧 纏扰着你 是具怕死亡 是具怕疾病 是受到什么 情绪上的威胁 你好不好 今天 来到和主耶稣说 主耶稣我听了你的说话 我要有行动 你叫我们不要怕那样 我就决定拒绝怕他 我向你发出这个邀请 两个邀请 一起 你举一次守得了 是向主的回应 我拒绝怕我不应该怕的任何东西 我决定要 依靠天父 敬畏天父 就是这样 清楚吗 不再怕 令我害怕的东西 我只要 依靠天父 信靠他的慈爱 你愿意的 请你举起你的手 让主 给你经历 他如何借着圣灵 一路巩固你的勇气 信心 主帮助你 让我们不再畏惧那不当畏惧的 得着荣耀 我连天父 的慈爱的手 是拥抱 无味不止的 在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 开我们的眼睛 赐我们属天的平安 多谢你 直到我们 听到乌云过去 阳光出现的日子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